欢迎回来日行日宗 有人曾经做了一个相当有趣的比喻 走进清朝皇帝的临寝区东陵 就好像是一部地下版的后宫甄嬛传 因为看看谁跟皇帝合葬 谁没有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得宠了 父亲死后能够合葬代表感情一定很好 不过要跟乾隆合葬一定要比他先走一步 他们死后棺木先进地宫 等待皇帝的到来 等皇帝死后葬入地宫 这个大门就要永远地关起来 把他封闭了 不过乾隆皇帝实在是活得太长寿 所以大部分的后妃在他之前就已经过世 乾隆也因此能够好好的挑选 他死后到底要跟谁一起厮守 最后他挑选了两位皇后跟三位皇贵妃 这五个女人当然都曾经是乾隆皇帝的心头之爱 不过乾隆皇帝的第二位皇后 乌拉纳拉氏却没有获得这样的礼遇 乾隆生前就非常地讨厌他 死后当然也不想再见到他 皇帝 请嘉庆四年正月初三 高龄八十八岁的乾隆皇帝驾崩 在位六十四年间 乾隆皇帝一共拥有四十一位悲评 但是在他死后 究竟有谁可以伴他长眠 乾隆皇帝的后妃都在他生前就过世了 所以能够乾隆皇帝允许能够跟他埋在一起的女人 应该就是乾隆皇帝他所喜爱的 清朝在河北画了一块五百平方公里区域 相当于四个新加坡大的墓园 称为清东陵 埋葬清朝五位皇帝和一百五十三位妃嫔 历史记载和乾隆同葬的后妃一共五位 除了孝贤皇后复查世外 还有孝仪权皇后 慧贤 哲敏 俗家三位皇贵妃 清朝规定皇后和皇上必须同葬 至于其他三位和乾隆合葬的皇贵妃 想必在乾隆心中也占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为了纪念这一个爱妃呢 还写了多首的婉诗 然后追视她为慧贤皇贵妃 然后呢 而且把她暂时移到宫中绽放 那等到死后 还有跟她一起到合葬到墓室之中 可以想见得到乾隆皇帝 对这一个高家世的重视 除了这五位和乾隆合葬的后妃之外 还有一位纯慧皇贵妃最是特别 她拥有专属的独立墓园 乾隆特别大兴土墓 花了五年时间打造玉陵妃元寝 后葬这位爱妃 在清朝的定制里面规定 只有皇后能够有自己的灵寝 皇贵妃一般都是陪在旁边一起合葬 或者是跟在旁边的墓室 不会有单独自己的灵寝 所以从乾隆为这个纯慧皇贵妃 苏家寺独立一个建筑一个灵寝 就可以知道说 她对这个纯慧皇贵妃的宠爱 但是长年玉陵妃元寝的 并非只有纯慧皇贵妃一人 还有被乾隆打入冷宫的 季皇后乌拉那拉氏 乾隆为什么要把自己最爱 和最恨的女人葬在一起 后世有诸多揣测 其实乾隆是有用意的 他就是要让这个乌拉那拉氏 学学他最爱的 纯慧皇贵妃的一个温婉 来去要求他的言行 能够跟他一样 所以他把他最恨的女人 跟他最爱的女人葬在一起 所以算是乾隆自己的一番 别有用心 乾隆皇帝活了88岁 因此他的妃嫔 几乎都比他早过世 所以也都在他生前 就先埋入地宫 清朝的规定里面 先死的皇后可以在牧室里面 等着皇帝跟皇帝一起合葬 但是如果后死的皇后 就不能一起合葬了 因为这会打扰到皇帝的安眠 这也叫作卑不动尊 夫妻的最高境界 莫过于生同房死同穴 可以想见这五位后妃 应该就是乾隆皇帝这辈子 最信赖也最心爱的五个女人